凌晨的蓝色中却有无穷的变化 时而深邃 时而清新 在蓝染女王设计师徐秋仪手中 总能变化出千姿百态 蓝染的图纹的设计过程当中 因为它用的是天然染色 以及天然的素材 然后在染当中 因为它那个稀色的过程 跟染的次数 让我有一种 就是心可以稍微比较静下来 面对那个水跟染色之间 再不晕出来的那种 很像水墨的感觉 我喜欢那种 那种好像比较东方的那种 素的颜色 然后淡淡可以盛清到心里面 然后跟自己做一个简单的对话 我喜欢这样的过程 徐秋仪的服装 充满环保自然的精神 有着崇尚自由真实的特质 让蓝染也成了时尚界中一抹清新 将带着浓厚艺术性与工艺感的染染 这一次在上海时装周 徐秋仪让蓝染以高级定制服的姿态展现 山水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 像水墨的一个图像 可是事实上它在操作工艺技术的时候 它并不是表象的那么简单 所以我想要把这种带山水自然的这个东西 然后透过一个比较特定的一个工艺技术 然后把它做一个从自己的角度去重新去诠释 什么叫做定制 以青山水美学为主题 富含氧量的天然图案 与干净利落的现代感剪裁 舒适轻松的穿着方式 呈现了徐秋仪独特的优雅自在风格 那个山纹其实在染的过程当中 已经有想到说 那个版型应该怎么样的去操作 那所以我的这个衣服 它其实如果真正拆开的时候 它其实是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山 山水的图案 那我刚刚提到山 可是山当中留白的部分 你也可以想象它是水的流动 那所以版型它也是有经过特别的设计 但是这个设计目的就是希望 能够在剪裁当中 能够做到一个零浪费 也就是说版型的被染过的部分 它不会因为裁剪的关系 很多就被裁掉浪费掉 整场服装秀的素材 以大量天然棉麻与玉米纤维为主 在简单上山与洋装上 有深蓝山蕴深水 十二点缀圈圈点点的形板图样 又有多层次的眉材交错 蓝白色彩圣韵护绒 消融的仿佛亲手缝入的时间碎片 皆是日常生活里的优贤自在 记得见你理想采访报道